Hello大家好我是丁丁 这支影片要来说韩版天堂M5月第一周的更新内容 这一周的更新内容台韩版是基本上大同小异的 不过我们先以韩版这边来看吧 因为晚一点他们还会再发布更完整的更新资讯 第一个更新内容就是快乐的假期计票 那这个计票跟之前的内容差不多 你可以使用200万天币购买一个初级的计票 也可以使用蓝赚去购买进阶的特殊计票 第二个更新内容就是写萌优化 它写萌优化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写萌捐献一个是写萌任务 那这边说到写萌捐献会改善高级跟顶级捐献的金额 还有奖励内容 那我这边看到韩版的图片上面是旧版的 台版已经是新版的 就是300赚跟900赚的捐献 韩版会怎么改我们等到之后再说吧 第二个讲的内容就是写萌任务改进 它新增了个人的写萌任务 还有杀死特殊地下城 还有世界附本中的怪物也会加进来 然后再来个人任务的角色等级条件将会重新设定 这边的重新设定指的应该就是难易度的调整 第三个更新内容就是写萌每任务活动 它这个活动内容就是你只要每天完成一次写萌任务 或者是捐献一次 就可以获得这个写萌补给箱 写萌补给箱里面必定会给你一个龙之胜水 其他的物资有纯白万能药箱子 高级龙钻箱子 还有四色硬币选择箱 下面一个更新就是纪念六一儿童节 在5月5号礼拜天上午10点会发放这个推送奖励 奖励内容就是一个儿童节纪念礼盒 会给你三个牛奶还有一个综合卡包 第五个活动就是走向纯真的世界 儿童节特殊活动 这个活动其实就是几一个新的儿童节副本 这个副本只要过关就会给你两个牛奶盒 牛奶盒的功能其实跟龙之胜水是一模一样的 45集以上可以使用 第六个更新内容就是再度庆祝 集合撒车娃娃获得的活动 等于说跟之前一样啦 再度延长啦 加码加码 然后这个超级欢乐的集合撒车副本活动 也一样延长下去咯 最后我们额外看一下 这一周韩版的蓝钻礼包 蓝钻礼包的凭证 这一次开放了一个比较新的制作 它可以使用8个凭证去制作 如果你成功的话会给你30个综合硬币选择箱 失败的话会给你15个综合硬币选择箱 如果你大成功的话会给你子季 传说技能选择箱独特的 等于说它这次的凭证制作又开放了新的东西 让大家去挑战了 好了那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大家拜拜